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就是不管了 你就是放着就不管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招数啊 这如果不是一招的话 大家不会一直用 为什么会用这一招呢 因为股票长期是会赚钱的 那重点是你这个时间的成本 时间的成本到底划不划算 人的一生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也过半了 我已经过半了 默默还年轻了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未来的时间可能没那么长 你就想要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所以说我们刚刚问 如果趋势持续往下 那你多单放着就是先套一阵子 以后说不定会上来 好股票我觉得会上来 那如果你想要做更有效率的动作 你不是在这种一千支里面 跌了八百支 你去找那两百支里面的强势股 你那个几率很小 你要怎么做 你要去往胜率大的那边做 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 你用摄飞镖的方式 有时候你如果是空头走势 你那个把子 你那个红心只有这么小 你要射中红心的几率很小 很难射走 那如果是多头走势 它红心这么大 你随便射都中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 比较偏空 所以说红心 如果你去放空 它的红心这么大 你随便射 你就很容易射中红心 你就会赚到钱 重点是你要先看得懂这个行情 好 因为我这个人是多空双向嘛 因为我是一个操盘者 你知道吗 是 操盘者跟一个纯粹的分析 讲故事的人 那是不一样的 操盘者是我们每天 会员是跟我是在输赢的 我赚了钱 我帮会员赚到钱 我会很高兴 我今天如果会员没有赚到 我会觉得心情很差 这是会喜行于色的 没错 不跟一般的每天掌停 每天庆祝掌停 就算是只有1700支里面只有10支掌停 结果他也在庆祝掌停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嘛 我们没办法庆祝这种 我们开心不了 对啊 我们是真实的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 当趋势偏空 你应该是要往空头的方向去做单 如果你是每天要做单的朋友 如果你是一个纯股族 那你就不用动了 你也不用来参加我的会员了 对 纯股族不用参加我的会员 如果你想要得到超额的报酬的话 你就来跟我一起做 好 跟我一起做的好处有什么的 等会大家会讲 那我当然也会把一些技巧交给大家 好 那我最近在研读一个兵法 叫做什么呢 孙子兵法 对 没错 叫孙子兵法 人家说孙子兵法是孙子用的 他都教人家怎么样不打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什么情况下不要打 你什么情况下不要打 然后你如果硬要打 你一定要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万全的准备 你才去打 要不然的话你都不要去打 因为打了一定会有死伤 所以我不希望打 对 孙子兵法里面讲的 五倍则公之 有一个十倍则为之 十倍的军力你就给它为成 十倍的军力离我们现在已经很遥远了 成交量六千亿的时候那就是十倍 十倍则为之 五倍则公之 你至少成交量三千亿嘛 三千亿你就可以攻打对方的城池 是 那如果少则能逃之呢 当你的兵力比目前的别人的兵力还要少 还要少 你要怎么办 你不要去硬拼 就要逃 他都是以不打为原则 你有强于对方五倍的兵力的时候你去攻 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是成交量不大嘛 你如果每天去冲这一支 看着这个追涨 涨了以后 隔天其实是开高走低的 那你如果少则能逃之 你如果趁前一天大涨的 你隔天去抠 其实赚很多耶 广达 你有没有听过广达这支股票 广达不晓得几年没有涨停板 上礼拜五就算涨停板 真的 涨停板的原因是什么 他提到了AI两个字 对啊 所以怎么样 法说会讲话很重要 你只要讲到AI你就标就对了 对 现在Google Google里面的 Google最近还是Meta 最近涨很多 然后里面他们的员工就已经 就已经做出一个梗图 以前有一个叫做撒盐哥的 撒盐哥有开个牛排 他每次很豪迈的 就把盐这样撒下去 然后那牛排到他就吃了很鲜 很鲜 对 可是那很红 后来好像倒掉了 他们把他酷手 只要是讲到AI 然后股票就大涨 现在的状况 美股也是一样 台湾也是一样 那今天广达怎么样呢 开高走低 他中间的幅度至少5% 广达我一看 我早上就跟我的会员讲说 这一支股票你开高 你绝对是要去空他 凯基台北买一万两千多张 然后其他的各大的 中中小小的格子冲 通通都买两千张 今天卖押至少两万张 他平常成家量就没有到两万张了 上礼拜是五七万张 那今天盘中面对了两万张的卖押 你觉得他会涨吗 不会 不会啊 这就是孙子兵八 有时候大家就给你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现象 哇外资买了一万多张 那今天开盘涨0.5元 开盘是最高点 就往下 所以说真的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个行情的卖动 其实我觉得赚钱真的不会难啊 好 好那加钱的部分呢 少折能逃之 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放空赚的会比做多的容易 今天的盘就是这样啊 那你如果以熊师战法来看 这边这一条下来了嘛 这边这条下来了 你可以把它认为它还是多头 因为有可能是假跌破 对 对不对 这边月线还是翻多 不确定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假跌破 它真的站上来了 真的站回月线了 嗯 一天 对不对 那这边就叫做假跌破 你跌下来再重新站上 那这里叫做假跌破 那这边再跌呢 我跟大家讲过了 一次跌破 假跌破的几率大 两次跌破 假跌破的几率就小 三次 四次 你越多次 你的真跌破的几率就越大 而且一旦跌破了 它不回来耶 你要担心的是 它不回月线怎么办 嗯 就跌下去 对不对 沿着十字线往下 沿着五日线往下 都有可能 像成交量量说了 嗯 所以照着我的做法 所以我就说你在这里 你在这边 你要求不败嘛 你要求不败 你至少在这里 你要先去放空 避免 出现真跌破 对 做一些空 避险空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开始 是不是一路上就在空 你要去预防 它有一天会往下走 所以你要看得远一点 嗯 就可以赚到钱 那贵买指数呢 当然现在是人气 褪散的一个现象 贵买指数 我觉得蛮明显的 这一根也是一个关键黑K 中继 再跌2% 这边跌1.7% 这边跌2% 那就是代表 这个趋势是一个 大家是反弹都在跑 然后呢 有多杀多的嫌疑 然后上礼拜五又反弹 今天又再跌1% 所以它目前来讲 贵买指数反弹 你还是要找一个空点 来去做空 你要找一些股票来避险 避险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去看我的 操盘笔记本 我说放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放空目的 有时候是赚钱啦 有时候你是为了你要 让你的多单部位 不要亏损那么惨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假设你有200万 对 你150万的多单 你空个50万 你这样跌下来 你至少你空单赚50万 Cover一下 对 对不对 我觉得是你要学的 是 建议大家学习放空 那如果你是看的 你看到一个趋势真的很明显 像是今天的广达也好 或者是建基也好 或者是情邦也好 这种一下面 一上下超过7% 8% 10%的 你如果资金再大一点下去的话 你那个速度很快 那个量很大 空个三五百万 10%就是三五十万 是有这个可能性 我不要跟你说保证 我只能跟你说 我的会员看到了盘前五分钟 做了某一支股票 他今天开盘如果空跌了10% 那如果他空500万 那他有可能赚到50万 一切都是可能 是 可是有没有几率 有 都会有 因为我有讲 对不对 好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5月4号的时候 大家很高兴追逐生计 我当然也会看啊 生计族群全部涨停板 生计族群涨停板的原因 是因为那天费成半导体跌 资金跑到生计股 这种局面 这种套路 我基本上已经看太多了 我今天就跟某某我就说 我们来空这一支啊 这一支叫做肥芝芝 对不对 我就不管了 你不要跟我说 什么生计有多强 生计园区多强 然后怎么样 以后生计是台湾的什么 两兆双新之后的第三兆 对不对 有可能 可是目前状况不是这样 我们做看得懂的嘛 生计涨上来我真的看不懂 很多人问我 什么汉达做什么的 研究 他的药 到底研究出来以后 可以卖多少 不知道 信医 他的一个 药 要卖到最后 可以销售量多少 可以销量多少 这个我算真的 我算不出来 他公司老板都算不出来 解盲都还没解出来 算都算不出来 解盲以后还要再 销售量要再出来 你那个未来的东西 生计股就是一个烧钱的职业 可是偶尔他就会来标一段 那个就是一个资金行情 资金的趋势造成的 对 所以我就说我空肥肢肢 我们看得懂的 来空吗 对 没错 对 那天我记得资金都集中在生计组圈 而且超热的 可是我老生在操作里面 就是不会硬去追强市热门股 所以当天反倒是帮大家布局了 他最有保护的红花值 所以呢 这几天的生计股跟红花值都下来了 嗯 对啊 所以说现在都下来了嘛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也就知道了 生计多 生计的 真的蛮多 5月4号在哪 5月4号 这里 台康生计 涨停板嘛 5月5号在涨 现在呢 现在都已经跌破了 这都是 这边都是以跌停做收的 合一 5月4号也没什么涨 那现在也是破底了 对啊 红花值呢 红花值呢 红花值这边应该有啦 红花值我今天要跟大家教一下 为什么去空红花值 放空其实 有 蛮多种方式的 是 一种是 正乖离去空 因为正乖离就是要卖嘛 对 如果你有研究到它基本面 它本身比较 没有提 没有基本面的 你正乖离 我觉得空 是OK的 那另一种呢 另一种是 利多淡化了 利多消息淡化了 也可以空 这个时候也是正乖离 这种都是你要去找最高点去空 可是你要去抓得住 那一个点 你要去知道 它已经 已经 已经后继无力了 好这边就去空 所以红花值在这边的时候 你看这边的正乖离 这边叫做乖离率 乖离率45% 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太高 离月线45% 就代表它不只藏45%了 它从10块钱一直廊到45块 所以它正乖离太高了 最高点空 我就说这 因为红花值我那时候已经看到它 2020年它被处置 处置完以后就是往下 处置前要先公布营收嘛 营收到0.0几 很少 隔天再跟大家讲再空 再空一笔 那今天又跌了5%多 所以这边也是跟生技股一样 都一起下来的 那保一的部分呢 保一的部分也是一样 也要怎么操作 你也是要看它 乖离率 乖离率这里 到了一个顶峰 36% 保一那时候乖离率也36% 25家军火商来台湾 来台湾的目的是要干嘛 就是要跟我们合作嘛 买军火 卖军火 对啊 然后离开了 5月2号来 5月3号参观一个工厂 5月4号闭门会议 然后就要离开了 所以5月5号怎么样 你就要去空它 对不对 老师你是很有想法的人耶 对啊 没错啊 就是你要有独特的想法 看到新闻 你要有独特的想法 你要去预测未来 不是去追那天飙涨的 掌停板的 你飙涨掌停板 你隔天 你还要先祈祷它开高 开高你还要能够 处在前面5分钟 要不然它就是往下了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都是这个结局 对啊 对不对 文貌 好 今天快跌停 上下同欲者胜 这一个也是大家听不懂 这也是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上跟下如果都同舟共计 就一定升 什么叫上下同欲 它空头走势跌破了半年线 然后呢外资再卖 然后呢第一季EPS0.95 股价还有150 那是不是就是空它 今天是不是跌停 文貌上下同欲者胜 所以说你要看我的操盘笔记本 所以我说之前很抱歉 都没有留下来什么东西给各位 好现在我有个操盘笔记本 操盘笔记本里面的东西 会一直留着 对 留着 留着目的是什么 可以通过它 今天不是赚到就是学到 对不对 有时候赚到了 高兴 有时候跌下来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损 就是熊师战百要学 嗯 操盘笔记本里面 当然就是跟大家讲文貌 那当然不是今天讲的 昨天 昨天 昨天写的 我有时间我就会研究股票 我研究出来的 我就会放在操盘笔记本上面 没错 我当然不会是马后炮 今天文貌跟你跌停 我说文貌很差怎么样的 没有没有 昨天就写的 开盘前写的 对 这个才是 这才是真的 我就说最真的解析 对啊 所以你要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去看操盘笔记本 或者是学习熊师战百 都可以 没错 赶快加入我们的line 就可以免费分享给铁粉 如果是用荧幕看 看荧幕的观众朋友们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扫描 QR Code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观看的朋友们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lineID 小老鼠WON666 这样就可以咯 那我们节目休息一下 等等见 泳城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正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文部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泳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望无限 泳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老师有提供会员独享的盘前五分钟 那今天的盘前五分钟 有提供会员什么重要的赚钱资讯吗 有啊 几乎每天都有赚钱的机会 嗯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今天当然我刚刚讲的 放空有力嘛 对不对 嗯 放空有力 当然真的就是 反正 你只要是找到一支空单 你随便做几乎都赚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还有盛达也是 盛达也是外资在卖 然后他的状况也是 低级也是亏损 所以他也是跌破了极限 上礼拜五反弹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可以来控盛达 以及文茂 文茂也是 跌的这是关键K 所以文茂今天 往下走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文茂也是 今天可能拨断空单 会发讯息的一个标的 嗯 超级纯的 对 盘前路都 所以说所有的人 包含了 看我的LINE AT的人 都赚到了 有 有没有拿到文茂 有没有拿到 盛达 有啊 都有嘛 嗯 那会员 当然清代会员是昨天晚上就已经先预告 今天就是要去拨断空文茂 那一般会员 我是盘前五分钟也讲了嘛 今天要去做文茂发抗讯给你 那你就要准备空它 对 先加入秩序 结果呢文茂开盘就已经跌好多了 超快 对 但我们还是去空了 那它也跌停了嘛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有研究 研究 然后呢 筹码 动作 你这才能够连贯 嗯 你才能够上下一致啊 上下一致有时候是 我们跟外资跟趋势同步嘛 就容易赚 对 那有时候上下一致是 我们跟会员 我们会员跟观众 或者是粉丝 嗯 嗯 我们要有同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现在的大盘不稳 少折能逃之 当大盘的成交量不稳 然后趋势又偏空 我们就要逃 逃的方法就是两种嘛 一种你去放空 放空 一种是你卖股票 对 保留资金 逃 你一定要逃 我们是在打仗 不能等着他跌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也可以就是一直等嘛 股票可以一直等 可是如果你 如果是现在用孙子兵法的话 孙子是叫你要逃 要逃 对孙子是说要逃啦 那你如果是 不逃的话 那你就 那当然就是你可以等 因为股票这种东西 会回来 如果 基本面好它就会回来 嗯 那我们当然 我们不只是逃嘛 我们还空嘛 放空呢 对啊 那它就破底了 滚 我帽就破底了 那圣达当然今天也是一样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做法 嗯 先跌一段 是不是就是先确认它偏空了 圣达第一季EPS也是0.18 哦 负 也是负 然后呢 这边是涨过月线 对 这一根很很长的一个锤子 锤下来 然后呢这边这个也是关键AK 中继 开高 放空 盘前五分钟讲的 好 这两支 波段单 波段单的目的是什么 波段单有的时候 你是要去空一些弱势股 它很难回来的 你就可以资金放上去比较安全 对 那有一种是什么 有一种是昨天人家硬去追你的强势股 嗯 硬去把它拉到涨停 硬去把它拉到涨停 最近的盘是你隔天早上去空 那都很容易中的 情邦 这一支好像排天五分钟讲的 你觉得我这一支情邦 昨天涨停板 前天 那是礼拜五吧 你觉得我叫会员做多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吧 不可能 不可能 那要怎么做 我们如果要做单 我介绍了 那一定是介绍 放空嘛 对 有 不可能 不可能做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情邦 好 所以说你如果去追情邦 你如果有去追情邦的 你早上一定要在这里就要卖掉 对 很快喔 你如果没有卖掉的话 你是 是 到最后是跌7% 你昨天你追这里 很多人就追啊 应该是用追的嘛 嗯 就是看到它涨 觉得H4又来了 一大盘子问了 然后这一支股又涨停了 追一下 结果那今天又跌到这边 所以说其实你 你如果能够了解它 你有准备了 你如果盘前五分钟有准备了 你在这边空 你比这边追多单容易赚钱 嗯 所以最后 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每天 让你赚钱 对 赶快加入制作新的行列 明天开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同步操作了 在赖上面留下你的资料 更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股市作新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价钱